提起时下热词 元宇宙和NFP 游戏爱好者们大概都有过一些美好想象 在元宇宙里 即使哪些王者荣耀倒闭关停 我真金白银买的游戏皮肤和装备仍然归我所有 不会突然消失空气中 甚至可以打破互联网的各种围墙 在其他游戏平台任意使用 预避官方称 Ubisoft Coors将为玩家提供一种全新的体验 跟喜欢的游戏世界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但这是第一次有传统的游戏大厂 下场是谁 也是第一次 NFT被引入3A大作指的是开发成本高 制作宏大内容丰富 质量水准极佳的大型游戏 经过长时间探索后 我们明白了区块链的去中心化 如何能真正让玩家成为游戏的利益相关者 一位叫艾特JKS的开发者称 对一小部分重要问题来说 区块链和NFT确实是很酷的解决方案 但人们经常会把它塞进不需要的产品里 Epic Games Store允许区块链游戏上架 但要求得遵守法律 披露条款 进行年龄分级 但表示不会在自家的游戏里使用NFT和加密技术 对真正的游戏爱好者来说 跟投机炒作相比 他们可能更关心未来NFT 装备是不是真的做到跨游戏 跨平台通用 比如说虚拟形象平台Ready Player Me 它希望成为你的元宇宙通行证 目前已有超过680款Air和游戏知识登录或导入使用